依依带水的水指什么河? 依依带水是一个汉语成语,比喻指隔一水及其灵近。 那么,这里的水指的是哪条河,你知道吗? 依依带水中的水出自南始陈后主祭,隋文帝为蒲舍高颖曰, 我为百姓父母,岂可献依依带水不整之乎。 北周与陈国以长江为界,隋文帝取北周而带之后, 决心灭尘。 对普社高颖说,我是全国老百姓的父母, 难道能因为有一条像一带那样窄的长江隔着, 就看着南方百姓受苦而不拯救他们吗? 资料显示,依依带水的水指的就是长江。 长江发源于青藏高原的唐古拉山脉, 各拉丹东峰西南侧,全长约6300千米, 以黄河长800余公里, 在世界大河中长度仅次于非洲的尼罗河和南美洲的亚马逊河, 居世界第三位。